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转生史莱姆世界》里 这部作品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种族 从一开始出现的哥布林和牙狼族 再到之后出现的各种精灵族、龙族 亦或是天使族和恶魔族这种存在于幻想中的种族 但事实上,原本新王龙维尔达纳瓦最初创造的生命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分支 现如今存在的这么多生命存在形式 都是经历长久的时间演变而来的 而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助推作用的 就是被称作神族的存在 所以本次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神族的详细信息 以及在神族的帮助下成为起源的种族和其进化之后的种族 所谓的神族也就是吸血鬼的祖先 魔王卢米纳斯·瓦伦泰的父亲 木光瓦伦泰 远古时代,创世神星王龙维尔达纳瓦 为追求与自己对话的智慧存在诞生了天使与恶魔 接着为了追求多样性 让能给地上带来文明的种族更加繁荣 创造了神人类之族 也就是神族,木光瓦伦泰 但是神族并没有回应创造王维尔达纳瓦的愿望 因为神族本身不死心过高 没有繁衍后代的必要 不具备性别 所以如若要等待新的文明种族诞生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所以,创世神维尔达纳瓦一开始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转而尝试其他的方式让地上的种族繁荣 但是,神族本身并没有放弃自己被赋予的这一使命 他积极进行尽端实验 以回应维尔达纳瓦的想法 首先,透过分析自己的肉体 创造了真正的人类与吸血鬼 接着,帮助从大圣灵分离而出的四大元素精灵实体化 地属性诞生了地精人 水属性诞生了水精人 火属性诞生了火精人 风属性诞生了风精人 有了这么多样的种族作为清代 想要繁育出更多的种族也不是难事 因此,神族接着让这些种族相互杂交 诞生了诸如长尔族 矮人族 大鬼族和兽人族之类 被称为成功案例的各种种族 以及许多像后期裂化成哥布林 这种魔物之类的失败种族 在这些种族试验中 被誉为神族的最高杰作的 就是之后成为八星魔王其中一人的 吸血鬼族的女王 卢米纳斯·瓦伦泰 但不知道是否是操纵过头 让卢米纳斯拥有了能够猎杀自己的力量 神族自身也在最后 被卢米纳斯的灵子崩坏命中 化为了尘土 强制结束了那惨无人道的配种实验 一开始的神族 或许真的是想要回应星王龙的愿望 才会去尝试增加种族的数量 但在这途中 他也是渐渐地堕入邪道 最后死在自己创造的最高杰作 卢米纳斯的手下 说完了创造者神族 我们再来看一看 神族创造出的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种族 首先就是人类种 神族穆光瓦伦泰 通过分析自己的肉体 直接派生出的真正的人类 也就是鸡轴世界中存在着的那些人类 他们有着和现如今的人类不同的特征 但是现如今已经无从考证 真正的人类早已消失在了现在的这片大地上 真正的人类有着一大特点 那就是他们能够操纵十分强大的魔力 但是同时也十分的骄傲自大 总是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才是万物的顶点 而这些真正的人类的祖先 也就是神族创造出来的人类种第一号 应该就是已经在书中登场过的 魔导大帝加维尔 这位加维尔曾经尝试控制米利姆 但是这一行动最后宣告失败 加维尔也成功地惹怒了米利姆 被米利姆消灭 也是导致米利姆成为魔王的始作俑者 灵魂被妖魔王保存 最新天魔大战抢夺小丑联盟福特曼身体 再次复活 顺带一帖 除了加维尔以外的真人类们 因为召唤了元出之赤 最后全部死在了元出之赤的手下 他们既然敢于去召唤元出 那就说明 他们在当时有着能够控制移住元出的自信 但是他们完完全全地误判了自己的实力 最后成功地被自己的骄傲自满害死 骄傲自满是全人类种的通病 不单单是人类之祖加维尔 在现在原作中登场过的人类种中 也有着对自己的实力过分相信的人类 在真正的人类灭绝之后 诞生出了现如今的人类 这些人类之中 也存在超越人类力量的存在 被称为仙人 圣人 半神半人 神人 想要成为仙人 就必须自己经历严苛的锻炼 在魔炼的尽头 就会进化为人类的尚未存在 经历半精神生命体化 仙人的存在值大抵为四十万上下 和魔王级同等 然后是圣人 成为圣人的条件和仙人相似 但是经过的锻炼是仙人所不能比拟的 并且 人类种的进化历程与魔物不同 十分的缓慢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才会出现改变 具体需要的时间量暂且不明了 变化的时间不同的人之间有着差别 变化之后的强度也有所不同 像是原作中 优术成为圣人的时期在日向之后 但是其力量却在日向之上 在成为圣人之后 人类就会演变为和精神生命体 等同的存在 不再需要在为人时必须的呼吸和睡眠 圣人的强度也迎人而异 在原作中 有过存在值描写的圣人是 原三五仙的萨雷 他的存在值在一百万前后 但优术和日向的实力 毫无疑问是强于萨雷的 所以他们的存在值并不好估测 至于半神半人 则是人类完全净化为精神生命体 到达了神的领域之后的称呼 具体的达成方式并不明了 最后则是神人 这一存在只有在WEB版中有过登场 其详细信息并没有被揭露 不过从利木鲁说过的话中推断 成为神人之后 其存在值大概会达到两百万左右 这一数值已经凌驾于觉醒魔王级 当然 人类想要超脱出自己的种族 并不只有锻炼成为仙人圣人这种形式 人类可以通过魔人化 成为一种叫做魔人族的存在 获得全新的力量 然后就是吸血鬼族 吸血鬼族和真正的人类一样 是神族目光瓦伦泰通过分析自己的肉体 直接派生出的种族 这一种族有着现如今的人类 无法比拟的强韧肉体 以及强大的魔力 有着极高的不死性 以及坚韧的精神力 这一种族也并不能够称作是完美 他们有着一大弱点 无法在太阳底下活动 不过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 吸血鬼族之中 也诞生出了能够克服这一弱点的个体 他们被称为超克者 能够无视这一弱点在阳光下战斗 只不过这一类型的吸血鬼 数量并不是很多 分别是魔王卢米纳斯 路易瓦伦泰 钢达 以及七大贵族 卢米纳斯拥有这一力量并不稀奇 作为神祖的最高杰作 卢米纳斯本身就是神祖 根据自己的血液 严密地创造出来的复制体 它和寻常的吸血鬼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被称作为真血魔灵机 是当之无愧的夜之女王 粘性生物 也就是史莱姆 在转生史莱姆的世界中 这一类的生物有着一大特点 那就是它们在诞生之初 就会拥有两项固有能力 分别是拟胎和捕食 它们没有味觉 也不存在生殖器 也没有视觉器官 无法观测周围的环境 如果利姆路没有从维鲁德拉那里 学习到魔力感知的方法的话 或许它会一直盲目地 在洞窟内游荡 现在在原作中 出现的进化后的史莱姆 就只有一体 也就是利姆路 利姆路在进化为魔王的同时 自己也从粘性生命体 变为了魔粘性精神体 而后又因为自己曾经吞噬过龙种 所以再次进化 变成了龙魔粘性精神体 因为之前并没有过先例 所以并不知道 这一进化是否正确 或许史莱姆的进化 会随着自己吞噬过的种族不同 而发生改变 那么或许这一种族 才是转生史莱姆世界中 有着最大可能性的种族 但是 除了利姆路之外的史莱姆们 或许都没有自己的意识 想要进化成为更加高位的存在 想必十分的困难 官方游戏里的蒙王女儿 冒牌蒙王 那个太特殊 这里不展开 龙种 龙种是位居全圣灵体顶点的 最上位圣魔灵 同时也是转生史莱姆世界中 最为强大的种族 其存在本身 就可以说是一种灾害 在原作中 依旧存在的龙种 一共三体 分别是 暴风龙维鲁德拉 白冰龙维尔萨泽 灼热龙维尔格林 另外 还有已经消灭了的 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创世主 星王龙维尔达纳娃 龙种拥有的是 其他所有种族 都难以比拟的魔素量 和强大的肉体 以及这二者带来的极高存在质 并且龙种基本上都是不灭的存在 即便是被击杀 也会在这个世界中再次诞生 只不过在重生诞生之时 会丧尸复活前的所有记忆 只会保留下来 自己拥有过的力量 维鲁德拉是一个例外 他现在已经和利姆路的 灵魂回廊想连接 所以 只要利姆路没有被消灭 那么维鲁德拉就不会被消灭 即便是受到了 封印之类的能力攻击 只需要利姆路进行召唤 便可以脱困 龙种虽然现在只有这三体 但是还存在着 由龙种派生出来的种族 首先就是龙魔人 是龙种和人类之间孕育出来的 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现在世间存在的龙魔人 只有米利姆一人 亲代为新王龙 亲代为新王龙维尔达纳瓦和路西亚 在米利姆出生之后 新王龙曾经交给米利姆一只小龙 那只小龙属于精灵龙 在这只精灵龙被杀死之后 米利姆经历魔王化将其复活 但由于其灵魂已经消散 所以只有肉体再次复苏 精灵龙也进化为了 更为残暴的混沌龙 在这只精灵龙死亡之时 它曾经散布出众多的龙的因子 这些因子在之后 催生出了猎化种族 下位龙族 以及吸收了众多龙之因子的 上位龙族 上位龙族之中 又能够根据其拥有的属性 再次得到划分 分别为火炎龙 冰雪龙 裂风龙 地碎龙这四大类 这四种类的上位龙族 在诞生过数百年之后 就会诞生出自己的智慧 进化成为龙王 自此 龙王能够行使一部分的 精灵龙的能力 其本身也更加接近精神生命体 在原作中 那几只被米利姆 带到迷宫之中的上位龙族 因为常年沐浴在维鲁德拉 释放出的魔素之下 所以全部成功地 进化成为了龙王 精灵 星王龙创造的种族中 具有精神生命体 半精神生命体 以及存在着肉体的血族 但这些种族 大抵都是派生出来的 星王龙直接创造的 应该都是位于 这些种族顶点的各类圣灵 再由这些圣灵 派生出水 火 风 地 空 这些属性的各种弱小精灵 在原作中 并没有对所有的精灵进行描述 有过登场的 有火的中卫精灵 火炎蜥蜴 火的上位精灵 伊弗利特 竟由伊弗利特进化而来的 火之精灵王 水的上位精灵 文蒂尼 地的上位精灵 古尔诺姆 以及风的上位精灵 希尔菲德 希尔菲德 是树精灵们召唤的 上位精灵 沃尔诺姆则是 魔人拉赞召唤出来 对付迪亚波罗的 上位精灵 在沃尔诺姆之上 还存在着 大地的精灵王 爱人王国的 国王盖扎 可以召唤这一精灵王 并在一段时间之内 和他同一化 借此获得在 觉醒魔王之上的实力 经由精灵分化出的 就是各种属性的 弱小魔物 其中 火精灵分化出的是 火精人 火精人又分化出了 哥布林 哥布林也有着 各种进化的方向 在原作中 利姆路手下的 哥布林们 就成功进化为了 大型哥布林和 哥布利纳 哥布林是 猎化之后的种族 和他们比较相近的 是更为上位的 大鬼族 在原作中 大森林最后的 几位大鬼族 在被利姆路命名之后 成功地进化为了 鬼人族 在鬼人族之上 存在着妖鬼 这一类的魔物 在某些地方 被当作是 土地神一般 为人崇拜 手下的鬼人族们 除了紫苑 都进化为了妖鬼 至于紫苑 或许是因为 在复活之时 缠杂尽了恶魔的欲望 所以进化为了恶鬼 另外 在进化之时 如若本人的意识 过于强烈 会进化成为 更加符合 自己想法的存在 比如苍蝇 就成功进化成为了 暗灵鬼 红丸则是进化成为了 阎灵鬼 在水属性的精灵派生中 出现了愚人族 主人公一行人之中 并没有出现过 这一类的种族 但是还是对 这一种族有过描述 愚人族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 长着鱼头的人类 很符合现代人的象象 在地属性的精灵的派生中 出现了矮人族 这一种族 在坟类之上 被定义为亚人 但是其起源 却是精灵和哥布林 之类的比较相近 在风属性的精灵的派生中 出现的种族为长尔族 在原作中 摸到王朝萨里昂的 建国皇帝 埃尔梅西亚 阿尔隆 看起来就只是皮肤 稍微变为肿色了而已 长尔族也和矮人族一样 被归类为亚人 但起源于精灵 关于史莱姆里的各种种族 今天暂时介绍一部分 剩下我们后面再继续看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